怎么样 中午睡得好吗 在这睡得可静的 越睡越香 感觉凉啊热呢 凉快啊 凉快安静 这坡下面有个龙王沟 一会等天凉快点了 我带你到下面跑一下 全当散步了 行 不能老你这么做的 行吗 到沟底下转一圈 对 你看这个槐树有多大 这个槐树够年头了 这得上百年的树林吧 差不多 你看这边 这就是那龙王庙 大背面的叫莲子 我看看这个 这儿还有这送的匾 有求必应 你看这壁画 东海老龙 东海老龙之神位 这儿还有个功德香了 你看 对对对 没装了他没放点 这就是龙王王吗 对 这应该是清朝的吧 已经保护起来的 对 这儿写着呢 前龙十六年正月十五 李的十倍 这上面都是公的名字 对 下马上写的祭山县 妈 哎 你看这儿 事业多开阔 空气比咱院里还要好 对对对 还有泥土香吗 还有这麦香味 对 这就叫龙王沟吗 对 老爸说了 那你在这转转 我听说那个东边那有个土鸡场 我过去转一圈 我给他再买点土鸡蛋 好我在这等着你吧 行你在这转转转转 好 穿过这片小树林 就到了这个养鸡场 你看这个鸡场 还有鹅 特别多的鹅 土鸡全在前面 这主要是我们本地的土鸡 还有这大鹅 这环境真好啊 基本有鹅温的味道 土鸡就移着山根下 养着这鸡 这边还有好多小鸭子 这全是鸭子 这正在喂食呢 小鸭子吃的真欢 是 这一只土鸡扶着一窝小鸡 这有十几只 看着真漂亮 这小鸡五颜六色的 这估计刚扶过来没有几天 这小鸡真轻啊 太轻了 什么东西他在小的时候 都看着特别鸡 是吧 这是刚扶上出来的小鸡啊 是他自己扶的吗 不是 那边那窝五颜六色 是他自己扶的 是吧 我也是自己扶的 那贵 那小鸡所有扶出来 就是两个鸡一个 管那木的就得五块钱 母鸡贵 公鸡便宜点 咱这现在就有蛋了吧 我买点土鸡蛋 这一会儿你给他拾点 那他给我拾 这有多少鹅啊 一百多鹅 一百多鹅 有四五百鸡 有四五百鸡 你看 人家订了这小鸡 就是鸡下蛋的地方 这里面还有一个母鸡 在那边挣孵蛋呢 我可能拍的不太清楚 正在干活 这母鸡 你看这下面有的 这草里面就有鸡蛋 特别新鲜 我发现一个超小的 锈针型鸡蛋 看跟鸡蛋这么大 这应该是刚会下蛋的小鸡炸的 我给他还放进去 这个土鸡蛋不大 你看 特别小 大概这一个也就是一两种吧 看的老母鸡 毛都炸起来了 我都不敢惊扰到它 让它慢慢下蛋吧 这是满山遍野的土鸡啊 到处都是 太多了 这些鸡都比较怕伤人 这有一只公鸡 公鸡特别少 大部分都是母鸡 人家这个山坡上放的这种桶 看这桶里面也是下的鸡蛋 这是专门让鸡下蛋的地方 每个桶里都有鸡蛋 看这个狗特别欢事 还给我撒欢呢你 我哪天我把小孩带过来了 你见识见识 特别讨喜 你搭根红生 我以为你是脏熬呢 这狗不咬人 来说说说说 好玩的很 黑哥特别喜欢狗 今天在下面的土鸡厂里 买了一筐子土鸡蛋 今天和老妈 炒上一盘这土鸡蛋吃 你看 这有的鸡蛋它都发绿 你看 这土鸡蛋好小呀 还有更小的呢你看 这鸡蛋肯定好吃 那天还在路边买了 离土鸡厂就这么近 天天想吃新鲜的 咱就是三五斤的买 天天吃个新鲜的 对对对 我这买的这么一筐 他哪个这筐子 我就把它小筐子逼回来了 咱这院里就有小葱 咱拿小葱炒个土鸡蛋 对 再配个菜 那咱做饭吧 做饭 家里还有肉 我就偷偷削了一块肉 再炒个肉菜 先把肉洗一下 今天买了几个菜辣椒 今天做个辣椒炒肉 咱个配菜吧 今天他可就不是主角了 我这得下手快点 下手慢了 老妈发现了 估计又不让吃了 辣椒也洗好了 大家好 儿子今天买了筐土鸡蛋 我给他炒个土鸡蛋吃 打点土鸡蛋 这主角的黄看的都发红吗 是 黄多 清少 不像咱的普通鸡蛋 是一股水 是吧 对 这鸡蛋绝对新鲜 这全是从鸡窝里现掏的 四个有点少吧 四个差不多了 呀有点少有点少 这个鸡蛋小 再打两个妈妈给了 再打两个 哎呦这个鸡蛋你看多红 六就差不多了 好呗 这是自家弟弟种的小葱 我再切点小葱花 家里自己的小葱配上这土鸡蛋 营养简直太丰富了 都是新鲜的 对 葱是刚拔的 鸡蛋是刚下的 葱花也切好了 我把它放到鸡蛋里 再放上半勺盐 把它搅匀 这个菜太简单不过了 简单的菜是最好吃的菜 果然咱这个食材太新鲜了 鸡蛋夹好了 放一边备用 我没看出你 你把又拉出肉来了 呀削一块吧 荤素搭配着嘛 一个鸡蛋一个肉菜 好 你洗了我就给你切了吧 把皮去了 这皮也挺嫩的我看 好 你切肉吧妈 我把这大辣椒也掰一下 行 那简简单单的炒俩菜就行了 又是鸡蛋又是肉还简单 这还不简单呀 这生活太幸福了 这个辣椒还没有我切肉切的快 哎呀 肉已经切好了 你儿子掰的细吗 我也掰完了 掰了四个了吗 那开炒吧 好 现在我先把鸡蛋炒一下 起锅 烧油 锅里加适量的食用油 油温溜成热 倒入搅好的鸡蛋 这土鸡蛋炒离得近 我隔天茶我就给你买去 好 吃完他就买 他经常他少买点多买几次 是新鲜的 哎 那你就得多包几次了 就当锻炼身体了 好 好了 关火 出锅 这六个鸡蛋炒下来真不少呀吗 不少 吃到盘小的远锅 油多 烹松了 这鸡蛋真的跟他平常的鸡蛋炒下来的颜色真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哈 我价钱在那放开 一份价钱一份货 这个大辣椒肉我来炒 带老妈在龙芒谷逛了一会儿老妈也累了 少倒点油就行了 今天这个肥肉片子比较多 偷偷画了一块肉 老妈今天多少是有点不高兴 看黑隔地多难 吃肉就得香方舍 留温六成热 放入切好的肉片 把它炒一下 把肉炒得变了色 这一个做饭就是这么简单的粗糙 这个时候里面加把干辣椒 再加一勺五香粉 肉现在已经有七八成熟了 倒点切好的葱香蒜 这肉香味一下就铺上来了 炒出这个葱香蒜 炒出这个葱香蒜 再倒入一点老抽 上底色 这个老抽也能起到一定的压心作用 这个时候加一勺盐 倒入掰好的大辣椒 把它爆炒一下 大辣椒它生的都可以吃 这个就是爆炒一下 这个大辣椒不易炒得过分的软 炒至断生就可以出锅了 大辣椒也炒好了 那样吃的比较爽口 特别的清脆 肉里面放了一勺盐了 在大辣椒里就不用放盐了 好了 大辣椒炒至断生就可以出锅了 现在关火 出锅 OK 准备开饭了 把辣椒也炒好了吗 看咋这荤素搭配的多好 炒得真快啊 快吧 这菜就好熟 今天这炒了个土鸡蛋 炒了六个是吧妈 对 看这土鸡蛋的颜色特别的 焦黄焦黄的那种 我这炒了一个菜辣椒炒肉 俩菜和老妈荤素搭配着 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吃 咋开动吧妈 好吃 这鸡蛋就是诱人 看见就想吃 我炒上这个土鸡蛋 吃吧 好吃是吗 这种土鸡蛋炒一下 这么炒的吃太香了 吃的我感觉口感都是清清的 不像咱们平常那种普通鸡蛋的鸡蛋 这贵的多了 这贵的多了 这也不太贵 咱们的鸡蛋三块钱 这一斤十五 一份加钱一份货嘛 不过确实好吃嘛 好吃你就吃吧 你多吃点 就给你买的 对我多吃点 你多吃点鸡蛋 儿子错我错我 吃点肉得了 你少吃点肉 你多吃土鸡蛋 我多吃点菜 渐渐滩滩的 两个菜 嗯 味道是超级的好 你刚才二炒这个菜怎么样 好吃 我吃了 你炒的时候挺好的 差不多吧 不是差不多 是很好的 儿子你看 嗯 我把蛋盔扔到鸡窝里 就像鸡儿吃去了 你就是咋呢 原汤化原汁呢 你看 他吃了的 长得快 尼子一种盖 哦 尼子那个小鸡儿吃的蛋盒是不盖呢 对 我还以为你原汤化原汁的在这儿 鸡吃蛋蛋吃鸡 羊上几个这小鸡儿你天天就是 是不是就叨到你的小鸡儿 是不是叨到你的小鸡儿 好可爱呀 关键你心里 你演个这个特别充实吗 要不一个人有时候在这儿待的挺寡 安静就是好 快吃多吃吗 嗯 看这土鸡蛋 焦黄焦黄的 配着自家地里的小鸢 这个外面你花多少钱吃不出这种味道来 嗯 快也没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黑客的作品可以在屏幕右下角帮我点个关注 顺便再帮我点个赞 黑客在这里 谢谢大家了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